为什么床板下是悬空的? 埃菲尔铁塔也会长高吗? 锋利的保质期可达数千年, 地球上的黄金总量人均550万吨。 所以今天大可带你去看看6个非常酷的事实。 悬空的床板 在很早以前人们就把自己的床板抬立地板, 这种做法始于古埃及。 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为了防潮吗? 其实并不是。 这只是为了睡觉更加温暖, 当冷空气从外进行屋子里后, 会迅速下沉到地面,暖空气往往会上升。 当时人们并没有暖气, 即便在地板上铺了床板, 也能感受到寒气从地下袭来, 于是人们抬高床板。 同时为了能够更好的清洁床下卫生, 于是床板下被设计成悬空。 长高的埃菲尔铁塔 你以为只有生物会长高吗? 实际上埃菲尔铁塔也会长高。 由于夏季温度升高, 物质的粒子运动更加剧烈, 所以金属也会产生热膨胀, 以至于埃菲尔铁塔竟然长高了15厘米。 不过当气温变低后, 埃菲尔铁塔就会恢复原来的高度。 所以很多采用金属制作的建筑, 都会给它们预留扩张和收缩的空间, 保证气温不会对建筑结构造成损害。 蜂蜜的保质期 任何东西都有保质期, 爱情也不例外。 然而蜂蜜可以保存数千年不会变质。 当蜜蜂降落在花朵上, 收集花蜜后并把它们搬运回巢穴。 由于蜜蜂在采集花蜜的过程中, 只会带走花朵中的糖分, 所以蜂蜜中的水分含量极低, 是一种浓度极高的糖溶液, 渗透压高, 微生物无法繁殖。 蜜蜂把蜜酿造好后会集中储藏在蜂房中, 并用蜂蜂封盖。 而且蜂蜜中富含葡萄糖氧化酶, 能够消毒杀菌。 所以浓度越高的蜂蜜, 只要保存得当, 放上数千年都可以哦。 黄金 你绝对不敢相信, 地盒里含有大量的黄金。 根据科学家推断, 整个地球约有4亿一吨黄金, 人均超550万吨。 但是由于目前人类的科学技术水平, 并没有达到能够深入地下几千公里的地方开采金元素。 地球就是恒星不断碰撞, 所产生的宇宙尘埃在聚集形成的。 金元素漂浮在星际气体尘埃云中, 也就此来到了地球上, 成为了地球的一部分。 海洋的颜色 海洋拥有着标志性蓝色, 难道海水本身就是蓝色的吗? 还真不是。 海水之所以看上去是蓝色的, 是由于阳光的作用。 太阳光是由红橙黄绿青蓝子七种颜色组成, 而波长较短的蓝光则会被海面反射散开。 我们眼睛看到东西有颜色, 是因为这个东西反射了某种特定波长的光, 所以大海在我们眼里就变成了蓝色。 当你把海水装进杯子里, 就会发现它是透明的呢。 昆虫的外表 现在来看看这些飞来飞去的昆虫。 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 它们并不会晒伤。 这些经常暴露在阳光下的昆虫, 拥有着黑色的外骨骼, 其中还有帮助它们抵挡紫外线的黑色素。 然而生活在地下水下的动物或者一些夜行动物, 它们的皮肤就会更苍白更薄, 所以环境决定了它们的外表和颜色。